戰爭的人往往是國家領袖 往往是國家的領袖 而不是人 國民黨最後一支競選廣告曝光 復刻馬英九當年的準備好了 要震撼登場 我拒絕 我拒絕 阿爸無人的禁錄 政黨的輪替是民意 偉大的民意 才能完成政黨的輪替 我們對人民最大的承諾 就是讓人民遠離戰爭 國民黨還搶下三大爆頭版 全版廣告 用指印呈現中華民國國旗 說要集中選票不能白投 呼喚想要下架民進黨 向政黨輪替的選民 一定得集中選票 過去柯文哲當台北市長時 光是三十幾個局處首長 就換了一百一十三個 等於換了四輪 幾層質疑 人才庫根本不夠的柯文哲 得天下也無法治天下 若治天下 鐵錠會大亂 這個政策沒有做完 換了三個部長 或換了四個院長 這個政府會大亂 柯文哲從不反對台獨 還聲稱自己默律 要走蔡英文路線 還說不排除 要找民進黨組聯合政府 各界納悶 還是找民進黨組閣 那政黨輪替要幹嘛 投你柯文哲做什麼 他如果要跟民進黨組聯合那個 不是很奇怪嗎 那你就加入民進黨算了 你不是墨綠的 你加入民進黨好了 你幹嘛還出來搞個白的呢 頭白等於白頭啦 宣戰最後關頭 每一票都將牽動中華民國 未來會往哪裡走 詞民詞民謀